守护原始生态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7月12日到13日 在贵州省会贵阳市举办 本次论坛主题是 低碳转型绿色发展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从2009年到2021年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时光 那这次论坛有哪些热点 作为全国唯一的一个 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 国家及国际性的论坛 这次会议又有一些 什么样的前瞻性的讨论呢 本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设有22个分论坛 内容涉及绿色金融 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气候变化 全球碳汇与生态保护等热点议题 围绕这些议题 论坛还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展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也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提供中国方案 而贵州作为本届论坛的东道主 也在论坛上分享了 范靖山生态保护的故事 贵州省武陵山区 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和生态屏障 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 范靖山在地球同纬度地带中 保存着最完好的原始森林 也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前吉思侯的栖息地 可要想保护好这片净土并不容易 范靖山中生活着不少原住民 居住山中离不开建屋修路 而随着人类活动日益增加 当地动物的栖息繁衍 也渐渐受到影响 这个公路的存在 对这个动物可能会存在一些影响 特别像这个区域 可能一些前金字侯 保管路 它在保护区域之间的 这种自由穿行 会受到一些阻碍 或怕他们受到伤害 为了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原真性和完整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 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2018年8月 同仁市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同仁市范靖山保护条例 将范靖山 国家自然保护区外的部分区域 也一并纳入保护管理 并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将核心区31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全部有序牵出去 搬出来以后 这不在那里面生活了 用火 那个安全隐患就很少很少了 还有就是给动物植物 让他们有更好的生长环境 这样才有利于范靖山长久的 允学的利用保护发展 2018年9月 居住在范靖山核心区的143户 501名原住民 作为异地扶贫搬迁户搬出大山 在山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这只是范靖山原住民中的一部分 当地政府并没有一刀切地将山民们都牵出去 而是将保护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进行分级管理 其中实验区的居民就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生活 快场村属于实验区中的村落之一 保护区成立之初 村民们并没有觉得保护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什么环保意识 以前的话我们的河里面随处可见 这个小黑的一些卫生用品 一些料布丝啊 一些其他的垃圾 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日积月累 对范靖山的水和土壤造成污染 为了逐步帮助村民培养环保理念 村里鼓励村民们进行垃圾分类 将纸板 塑料瓶等可回收物 拿到垃圾兑换超市 在这里会有工作人员给垃圾称重 再按照垃圾回收的市场价格 把村民带来的垃圾折算成积分 村民们可以用这些积分 在超市兑换生活物品 渐渐地村民掌握了垃圾分类的知识 也慢慢养成了收集垃圾 统一处理的习惯 而这只是第一步 为了培养村民们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当地政府引导村民们放弃捕鱼 采取野生药材等破坏生态环境的 生产生活活动 同时为村民们提供寻山护林岗位 解决他们的升级问题 世代靠山吃山的村民们 如今也成了范靖山的守护者 在保护范靖山生态环境的同时 还要满足留在保护区内的村民们的生活需求 达到人与动物能够和谐共生 从2017年开始 当地政府又开始在打通生态狼道 强化生态系统的联通性上下起了功夫 在生物难道建设之前 这个摄像头很少捕捉到野生动物运动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生物难道建设之后 就可以在视频里面经常捕捉到野生动物运动的过程 范靖山的分级生态保护机制 使得这片大山可以休养生息 生态链条更加稳固 生态环境的改善 让这里不仅成为了越来越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 也为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打开了新的天地 范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被录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 由不少游人慕名而来 杨慧的家就在附近 几年前她辞了城里的工作 将自己家房子修整一新 开启了民宿 一年的营业额能有上百万 客人来到我们这里 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青山绿水 他们都非常的羡慕 只要我们的环境保护好了 那我们的游客量是不稠的 杨慧的故事并不是个例 今年上半年 范靖山景区的游客量 就达到了70万人次 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45% 收入同比增长了28% 总是就告诉我们 因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治安 它就是财富 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我们最普惠的民生富质 它既是自然的生态的财富 也是经济的社会的财富 我们是要建设一个 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 不仅是要将自然生态保护好 还要实现城乡建设 绿色低碳发展 而贵州的南明河流域治理 就是打造移居城市的生动案例 南明河是贵州第一大河 乌江的一级之流 也是贵阳的母亲河 可是多年来 一些沿岸工厂的生产活动 让南明河的水质不断恶化 我们说不是叫南明河 叫仇水河 当时大家就 都不愿意走这个地方 要想改变这个情况 不仅要将两岸的污染企业搬离 还要将已经污染的水底修复 为此贵阳市政府决定在主城区地下 建污水处理厂 就地处理 在城区下方建再生水厂 不仅可以解决污水收集过程中跑冒滴漏的问题 还可以将再生水就近回补到南明河中 美化城市景观 在这座再生水厂上方 就是一座新建的活水生态公园 贵阳市在南明河城区段两侧各规划了20米的绿化带空间 一个是加大我们的水土保持的力度 第二个就是加大我们水土生态涵养的这块的力度 其实也减少了洪水来的时候 直接对河道带来的这个压力 南明河的生态修复不仅让河清了 沿岸生态改善了 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活力 每天从早到晚 附近的市民都会到这里锻炼休闲 这让南明河沿岸更具人气 贵阳这里山津水秀特别美景色 而且我们吹着这凉风袭袭 然后那个河水都非常清亮 走去其实特别强调 我们生态文明坚持 以恩明为中心 我们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最求美好生活 根本上来说 是要增进我们老百姓的福祉 而且要依靠我们老百姓 让老百姓来共享 让我们的城市更适合于生活 从陆地环境治理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这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 向纵身拓展的必然结果 对一些沿海地区 已经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 如何进行修复 在本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 这个议题引发关注 浙江洞头分享了他们这些年来 开展蓝色海湾整治 修复海洋生态的经验 浙江洞头是温州的一个海岛区 四面环海交通不便 曾是困扰这里经济发展的难题 2006年当地特意建了淋泥大堤 将海岛和温州市区连接起来 交通是方便了 可十几年过去了 生态问题却渐渐显现出来 由于南北海水不通 两岸的滩土出现了淤积的现象 可以说每年的淤积要增长 平均达到4到5厘米 同时海水没办法及时交换 北片的海域的盐度在下降 北片养殖的纸菜可以说平均 每年母菌的产值要下降20% 填海造地 挖沙采石 也弄得海滩垃圾遍地 满目疮痍 修复沿海生态破载眉睫 为此 洞头政府清退了 污染严重的网乡养鱼 种植了红树林和青柳 建起了沿海生态保护屏障 可海洋生态修复是个系统问题 要想根治 绕不开拆堤这个难题 破堤通海工程的建设费用 对洞头的财政来说 四亿笔不小的投入 当时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建好的堤坝为什么要拆掉 尽医院的资金投入 到底能给洞头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面对种种质疑 洞头政府也在思考 拆掉大堤是否真的势在必行 我们也谨慎决策 请来了专家论证 进行科学评估 自由拆除堤坝 彻底的让南北海水贯通 为鱼浪道才能逐步地恢复 欧江流域海洋生物系统 听了专家的分析后 洞头政府也算了这样一笔账 眼前拆掉大堤会有一定的损失 但从长远看 沿海生态修复了 不仅当地的环境更宜居了 守着海洋这样的生态宝库 发展前景也会更好 于是他们决定尊重自然 拆掉大堤 让沿海生态自我修复 不到一年时间 人们就发现这片大海 开始重换活力 浙江温州动土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局指出的 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危主 这个方针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 尊重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地理格局 利用自然气候条件 来发挥自然生态系统 它的再生的功能 只有达到的目的 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功能 感谢观看 刚才节目当中的这三个故事 只是中国近年来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同仁范靖山的 分级生态保护 贵阳南明河的治理 还是温州动头的 海洋生态修复 都不仅改善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 也让百姓的生活环境 变得更加宜居和宜业 不仅产生了自然效益 也产生了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样本 经济发展不应该是对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节责而鱼 生态环境保护 也不应该是舍弃 经济发展的原木求鱼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正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